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洋蔥炒牛肉加入起司 不過主角是外頭的貝果 對半切當成漢堡包 還能包生菜 再放上一球墨西哥辣醬鮪魚 或是簡單點刷上特製抹醬 除了滿滿草莓 蜂蜜 核桃餡料 主體貝果 麵包幾乎沒有氣孔 真的滿紮實的 然後很Q 可是不會很乾的感覺 就比較Q 然後比較有口感 不會爛爛的 因為我在韓國吃過那個 他們去學的那一家貝果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滿好吃的 然後後來看到就覺得很高興 主打紮實口感 再搭配十多種抹醬 為了這滋味 老闆還特別出國學意 在美國吃了很多貝果當早餐 然後在這裡的話 吃到的貝果都沒有那麼紮實 像美國那裡的 所以我就 在韓國吃到那一天就覺得 很像我之前在美國吃的 就想把它帶進來 堅持傳統貝果 從口感到口味都很洋派 選在台北新義區開店 和台派貝果競爭 排隊結帳 櫥窗各式貝果 台是一項特色 做成台灣茶四季春口味 或是芋頭鹹蛋包的內餡 還有桂花搭子樹 就他們的口味比較多 然後比較特別 比較不一樣 有比較自己獨特的口味 強調每個口味都有在地食材 一年能賣兩百萬個 賣貝果 東西比拼 各有特色 蔡廚王熊維是樹冰頭的